大家好 我们山庄里面来了一位贵客 昨天晚上取了联系 曾深圳过来的 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带大家去看一下 认识一下 陈总 王盘好 王盘好 陈总呢 是我给您介绍 还是您自我介绍 我自己介绍吧 好好好 我关去王盘养鸡 很多年了 我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面 抢不到你的鸡 理解理解 是不是我这个手脚太笨了 还是你的鸡确实很紧 翘 为了一探究竟 几斤周折 我再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 一大早就赶过来 赶过来看看你这是有什么奥妙 是不是饥饿云霄 而且我想品尝一下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 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生动活着一把 可以可以可以 我对搞鸡是有研究的 您是深圳人吗 对 我理解 我对搞鸡有研究的 理解理解理解 但是不是搞那种鸡 我是搞这个山山羊的土鸡 这样子的 您既然对鸡这一块有研究 那您是不是对鸡蛋这一块也会有研究 鸡蛋肯定 鸡蛋是人体每天只必须的营养食材 那我带您去山上面转一转 好啊 好啊 我去拿个篮子 看有没有鸡蛋捡 如果有鸡蛋捡的话 一起捡野鸡蛋 好好好 最爱了最爱了 捡鸡蛋捡鸡蛋很好很好 我还是多年的参赞老兵呢 向您致敬 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上山了 因为之所以他可能要十一点左右才能回来 所以我就先带他上去转一转 大家看一下他是不是像那个 他背影了 您看一下 这个背影像不像那个唐允林姐夫 也得像了 你跟他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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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野皇亲戚之类的 但是别人都说我像亮街里面的那个何正军 这边的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里面呢 有三个月到七个月的鸡 差不多七个月的鸡都有 但是像这样的鸡是三个月的 所以我们要想去看我们的大型 想去是大型的话 那边往顶上走 好吧 好吧 你这个鸡是几个月的呢 这个五个月了 五个月了 对 其实我们每一个上面都有一块标牌 然后你看我们鸡是没有 在板架上是端上的 不能够让这个鸡在这个鸡是里面 就是让他强行的到山上去自由活动 去奔跑去爬山 对 有了锻炼 这个鸡才好吃 才尽到 对对对对 这确实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公鸡哦 有啊 有公鸡 这个公鸡少不了的 只是不多而已 公鸡它打明不咯 打 看看我能不能代化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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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去靠我的 哈哈哈 不是腼的 哈哈哈 上去挺棒 嗯 这种反定呢 就是经常这样的泡泡山 微微其实还可以淋淋一瘦 这个大山里面是年十四年 对 所以没有理解 你看 对吧有可能在下七弹都不一定 对 对吧 这是吃看看下七弹怎么样 对对对 下七弹下七弹 有可能啊 对对对 有可能 对对对是下七弹 来我们下来看啊 你看一下这个鸡 上这个鸡就是顶上下来的 这个地方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现在这个鸡有 就是上面这个鸡色 下面那个鸡色 下面那个鸡色 那个鸡色 那两个鸡色 你们的鸡啊 还差 还差一二十遍吧 就基本上打掉了 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 就是上架 今天说实话 你现在这个鸡没想吃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 达到我们这个 初月份的要求 对你的质量标准 我们控制得很严 保证它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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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有点热 我没有带水 现在开始下蛋 少是说下次抽生蛋 很小一个呢 抽生蛋 你不要嫌弃啊 我解放了 哎呀 捡到了尾口把它吃掉 吃生鸡蛋 这个没多啊 对 连几十五个资金区 就没有污染了 你看到处似的 这种山里里面 没有一点污染的 你想说要 这种比较滑呀 那不是 昨天才下来 不是 我们打蛋的时候 这都刮这种山的 哈哈 嗯 我一个都没有啊 嗯 它下午彈蛋的机力多 这两个 哦 哦 哦 这么多鸡蛋 我把它吃掉了 对吧 这么多鸡蛋 这真的是头鸡蛋 是吧 这么小一个 那两个都是抽生蛋 我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一个给我看一下 抽生蛋 抽生蛋小一些 它这个鸡蛋 嗯 很小哥的 嗯 来来来来 这里有三个 这是一个鸡蛋 它们一般是有窝的 它们看到里有一个了 它就下了 它起一大鸡 不会闯到它这个窝里边 嗯 这些木头 我们砍下来之后 还要搭鸡盆子的 所以现在砍了之后把它剥皮 晒干 晒干 我们这个山 这个做沙很大很宽的 还要做鸡舍 对 还要做鸡舍 那个下面其实都有一个鸡舍 哦 这个不错 要不要再看看 好 看看有没有啊 多紧紧的 嗯 这个乐器好 等一下拿一个 春 炒鸡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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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鸡去了 来 待会抓一只吃鸡鸡 给您品尝一下 嗯 那就拍鸡鸡 来 这个就是公鸡 啊公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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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的不是我的动物啊 哈喽 你叫啊 鸡公鸡公 It's me 哎呀我这个鸡公叫的这么厉害 待会我们抓鸡之后 你就自己啊 自己做 哈哈 好吧 可以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自己做了之后 不发任何毒料 对 你自己尝一尝 放点苗帽的鸡 这个地方 在这里休息一下 那个 陈总 好好休息一下 很舒服的 这风一吹 对吧 原生态的蛋 回归到原生态的食品里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 那肯定还有 因为我们才收出来 这个一点点面积 下面的鸡往那边去了 那边的鸡呢 嗯 其实越贴气越好 这个鸡它找的距离啊 是不是越远 它是能过去的 那往前走 我跟你讲几个点啊 其实跟家人的鸡 其实真的没什么区别 因为为什么 因为 他们的养殖方式里面是没有含饲料的 嗯 然后它的活动的这种反间呢 其实上山下山 它跟我们加养的鸡 会有一点点区别 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 对 加养的鸡最多五十米 对 不会走 像这样的鸡蛋 对 我抓一点你看啊 我不一直能够抓上它 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小心啊 特别特别小心 悄悄的像鬼子抓猪 对 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 离它那个骑士比较远了 它只能先搞成 哈哈哈哈哈哈 鬼子抓猪了 再来一次 拿了拿了拿了 我们去另外的鸡舍给你看看 它已经被受惊了是吧 对 这边还有啊 那边还有一个鸡舍 公鸡把它母鸡受惊了 没办法 刚才我们这边捡了 拍一二十个鸡蛋 像我们在捡鸡蛋的时候啊 就是如果下一个天 嗯 好多血啊 峭壁上不能去 嗯 那我们跟工人讲的就是 如果你捡鸡蛋 我们捡到了就捡到了 嗯 没捡到的话 就算送给它们了 送给它们 对 因为你这个 不小心 你要是摔一跤摔下去 那就出问题 那就损不到了 所以我们捡鸡蛋也是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太运气的 好这边我们刚才 解的这么多 走吧 那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好 你听到吧 那个地方你能否提到 它长大以后 哭哭哭哭 哭哭哭 哭哭哭 对啊很明显的声音 对 它是报喜啊 给你玩盘报喜啊 不 它是给您成种报喜 哦 要我把它吃掉 它欢迎挺整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这边的鸡跟我们上面的鸡是一样的 这边少一点 这个鸡是 这里面有700是800个 你看这边 这又有鸡蛋了 你看那个什么 鹅蛋 你生活满满 小心 这个鹅蛋很久了 你看这个蛋下的 四个鸡蛋这么大 看一下 四个鸡蛋这么大 这个鹅蛋 你要看它的这个鸡舍的周围 这个鸡舍里面我们少养一点 顶上多养一点 所以两边加起来 现在是1700只鸡 这个环境 就是你养住之后 你一定要休养生息的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粪便 对不对 对 让它自然风化 对对对 回归自然 人家这个很懂啊 哈哈 这没有鸡蛋了 我在上面串一下 没有鸡蛋 我们就抓这鸡回去好吧 你看到哪一只 我们就抓哪一只 这个鸡呢 不消炎玉米 它这样子也可以抓得到 哦 它们会马上过来的 哦 它们的这个情有多重 对 这个蛋 对 嗯 一个鸡蛋 放一笔成鸡 好了好了好了 咳 咳掉住了 这个鸡蛋没吃啊 鸡蛋 干过来 干过来 还有一个鸡蛋呢 对不对 鸡蛋 你好 你好 你会有一个鸡蛋 好 好 你会有一个鸡蛋 它有一个鸡蛋 我是你 你会有一个鸡蛋 抓鸡搞死了 快到完拍就抓鸡搞死了 你看看 他是有方法的 那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参长 这个急的话就请就顺临时 好吧 我们今天马上出座 好 下去了 王胖的重汽车 这个车谁看谁喜欢 男人的梦 买这个车有个故事 当年我看电影看多了 影评上有一位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女生 谁 华仔拖的那个女孩子 现在都还她妈了 华仔拖的女孩子多了去了 你不用问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也当时也只是想了一想而已 也没啥 我不是看上那个女孩子 我是看上那台车子 她把那女孩子往这个地方这样子一拉上来 开着就跑了 开得很拉风知道吧 那风一样的人生 那个画面确实太美了 于是我就偷偷的买下这台车 本田的 改装的本田 CB400 这车身特别重 经过改装 近达400斤以上 引擎采用 直列四缸水拢发动机 专业术语教 四冲水拢 DOHC16 合半并列 四七缸引擎 搭载 56匹马力 前车采用 六十一代锡皮式大头灯 非常霸气 CB采用电动式马达 一点就着 声音非常干脆 力度非常强势 他仿佛在说 胖子 再上歌跑一跑 让你感受感受歌的沉稳 是的 这是一台有生命的车 The thrill is gone The thrill is gone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The thrill is gone, baby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Atho I'll still live on, baby What's so long?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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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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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车确实很给力 那我刚才就挂到三档 那四档都不敢挂 那个速度上太快了 完了 现在完了 这个车子刚好开到这个位置 没有了 这辆车平均每公里 耗油八毛钱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好心人 借我73万元 200元我想用来叫拖车和吃胖 剩余的72万9千8 我想买一台红旗 麒麟 EHS9 镀影板 我想早点回家 求好心的帮忙 谢谢 谢谢 2 3 1 谢谢观看